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 在九寨沟的本台记者 郭毅 你好 郭毅 王毅 王毅 你好 我看到你身后 有很多的这个民众啊 他们都拿着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乐器 像琵琶 这什么呀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么现在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是九寨沟县 中学的大操场上 你看得没错 我周围是有很多人 一共有2015人 那大家都拿着这个像琵琶的一样的乐器呢 在今天九寨沟人要挑战一个世界纪录 用这样的方式来过中秋节 这个纪录呢就是创造人数最多 共弹琵琶并且唱 现在你听到的这个叫做南平曲子的 这样的一个当地的名歌 这南平曲子呢也是列入了国家级的黑衣名录 咱们先来听一听他们现在的表现怎么样 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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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语言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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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酒寨是一个多名无聚集的地方 所以在这儿 大家把各自名字和文化也是融合在了一起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 最重要的就是热情 热烈和乐观 来 咱们看一看 这首歌应该要接近尾声了 最后能不能够冲刺世界纪录成功的 最后能不能够能够冲刺世界纪录成功的 通过现场这个热运气氛 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一次的挑战世界纪录的活动 已经是成功了全新的世界纪录 就在九寨宫 最多人数共同弹奏笔八 完成南平曲子 反而接下来要记录到的 就是这儿的特有的节日狂欢 在中秋节一定特有的节日狂欢 是什么呢 叫做涂抹狂欢 过去按照这个传统涂的是锅底辉 现在 谢谢 现在涂的是绿米粉末 加上这个植物的颜料色素 非常的环保 为什么要涂抹 连我们的摄像师都被围攻了 就是因为现在涂抹 是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意思 只要进入到了涂抹大狂欢 那就不服男女老幼了 谢谢您一定要说谢谢 无论是老人对孩子的祝福 还是孩子对老人的孝敬 或者是这个爱慕的男女之间的 没来眼气 都靠着这个黑黑的锅底辉的颜色传达出来 待会儿呢就是全程的涂抹大狂欢 我可要参加进去了 那目前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好的 感谢主意 真的 也祝贺咱们 九寨沟的民众 创造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好欢乐 我们都感受到现场的氛围了 如果我们在现场的话 可能也会被抹的是大花脸 对